韩国第一夫人摊上大事,论文抄袭学历造假,沉迷整容,爱买奢侈品 金剑西是新晋韩国第一夫人,因为一张初恋脸备受瞩目,即使也就到了奶奶背,还是能够保持最佳状态 但是人红使费多,尚未成功后的金剑西并不顺利,迅速被大众推上风口浪尖 韩国第一夫人这回摊上事,论文抄袭,而且学历造假,沉迷整容,还爱买奢侈品 尚未没多久还没有得到大众认可,金剑西就爆出这么多黑料,以后的人生也充满了荆棘 金剑西被欲为动灵女神,即使到了奶奶背的年龄,还能顶着一张少女脸 如今已经49岁高龄,无论穿衣打扮还是行驶作风,都是扑面而来的少女感 虽然尹熙月是韩国总统,但是显然妻子金剑西更加受关注 携手亮相的时候,频频抢走丈夫的风头 行进韩国第一夫人的头衔,显然是把双刃剑,让金剑西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韩国媒体爆料,49岁的金剑西摊上了大事,被曝光了一连串的黑料 其中涉嫌履历造假和论文抄袭,瞬间把尹熙月夫妇推上热搜 韩国警方彻查金剑西学历造假事件 在应聘大学教授的时候,金剑西提供的学历被曝掺假,至少有一半不符合事实 现在已经交给韩国检察院,虽然不会有刑事责任,但是第一夫人却备受批评 其实这件事早有苗头,韩国警方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跟踪调查这件事 但是最终却不了了之,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暂时不会定为欺诈罪 根据韩国电视台报道,金剑西的22页的履历中,有12项不符合规定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跟应聘的要求并不冲突 再加上已经过了7年,是诉讼失效,因此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件事在韩国引发了轰动,金剑西为了平息众怒,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道歉 认为自己当时虚荣心作祟,为了面子功成而造假,学历和论文都掺水 夸大工作经历十分后悔,真值得向民众道歉 只能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剑西前段时间因为喜欢奢侈品被抨击 如今又陷入学历造假的泥潭 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金剑西佩戴6200万韩元的钻石项链 被网友痛批奢侈,每次亮相也总是穿金带银 事后,金剑西解释道,6200万韩元的项链是借的,但是民众还是不买账 也许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金剑西在大众心里,已经是爱买奢侈品沉溺整容的女人 尹西月才上台没多久,就被自己的网红妻子连累,甚至频频登上国际热搜 以往的韩国第一夫人,总是规规矩矩,公开场合身穿韩国传统服饰 但是金剑西却不走寻常路,每次陪伴总统丈夫亮相活动的时候 金剑西总是身穿现代套裙,给人一种干练大气的感觉 虽然已经49岁,但是五官美丽身材纤细 宛如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金剑西被誉为韩国最美第一夫人 仅靠一张漂亮的脸蛋,就迅速获得了大众的关注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整容技术,简直有返老还童的能力 给了金剑西这么美艳的一张脸 好在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金剑西读书时候的照片被曝光 整容这件事也有了铁证 学生时代的金剑西是单眼皮,她鼻子后嘴唇很普通 如今却通过科技手段变美,甚至比韩国当红明星都要好看 显然不少人很嫉妒金剑西,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尹西岳还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但是人红事非多,韩国总统大部分都不得善终 大众也开始为尹西岳夫妇捏一把汗 金剑西的人生履历太过完美 博士毕业曾经是大学老师 而且还成立了自己的策划公司 这一切都好得不真实 难怪被不少韩国网友质疑 想要建立人设可以,但是太过完美的状态 更容易让自己坠入泥潭 一个完美无瑕的女神形象 一旦被大众抓到一点把笔 就有可能人设崩塌 这其实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金剑西和丈夫结婚十多年 并没有生下爱情的解经 但是依旧被尹西岳崇上天 这样的爱情实在是令人羡慕 总有好事者想要挑毛病 韩国第一夫人 未来必须更加紧严慎行